请不吝点赞 成家大少爷 付不起钱 被扣在服装店这事 传出去不好 不如 我先过去 把大宝接回来再说吧 好吧 你先带他去账房去 来 到了那儿 跟大宝讲 让他马上回来来见我 好 走吧 大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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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妈让你立刻回去见他 见什么见呢 我得去见静怡 你再不回去 他该生气了啊 阿诚 我妈那脾气 我还不了解 你还不了解 他现在在气头上呢 我要回去就死定了 等风平浪静了 我再回去多好 可是 别可是别可是 你帮我拿东西吧 我现在身份各个方面的 不适合拿东西 你想干嘛 你别忘了啊 新店开张 我可是老板 等会儿大宝 我就不等 我要去见我的静怡喽 你个不成才的成大宝 他哪能成大事啊 还不是有阿诚照顾着 要不他能接手分店 哎呀 江叔 我觉得 你应该是找阿诚谈谈 说说为什么 我看 天方现在上上下下 唯一一个人才 就是阿诚了 如果你把他挖过来 那天方查庄 我们也没什么可怕的了 如果你觉得不方便 阿诚那边 我替您说去 静怡啊 为什么那么希望阿诚过来做事情 我 哎呀 我不是为了我们保龙的生意好吗 静怡 静怡 哎呀你去哪儿 哎呀那个阴魂不散的又来了 妈 别说我来过这儿啊 人家是来找你的 你去哪儿呀 哎呀这死丫头 静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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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呦大宝来了 沈婆 哎怎么这么多东西啊 这些都是我给静怡买的新衣服 哦是吗 哎呦 叔公好 哎 百万块过来静一下呀 哎哎 那个静怡她不在啊 啊 啊 静怡 静怡还在家 嗯没出来 嗯 不可能啊 我刚去过家里了 那边说她来插庄了 这这 哎呦 看你汗流的 来过来过来 来来来来 叔公给你倒杯茶啊 好好好 哎呦 还是我们大宝知道心疼人哪 哎 来来来给我啊 给我 哎呦 哎嘿嘿嘿 哎 来喝点茶啊 姜叔好 哎呦 来喝茶喝茶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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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宝 当老板 第一个要学的事是什么 你知道吗 嗯 是什么 哎 所谓老板 就是不能让底下的人 压到你的头上 你说依就是依 所有的人都得听你的 你记住姜叔的话 要想当好一个老板 一定不能被底下的人 牵着鼻子走 那当然了 我是老大 谁敢不听我的 你那个同父异母的哥哥 王志成 他可能就不听你的 什么意思 大宝 别怪我没提醒你 虽然你现在 已经是天方茶庄 名副其实的大少爷了 可是在外面同行人的眼里 那个阿诚比你有分量 依我看哪 将来阿诚迟早有一天 会爬到你的头上 阿诚迟早有一天 他敢 他有什么不敢的 嗯 你知道外面都在说什么吗 说阿诚比你强 比你聪明 比你能干 将来天方茶庄 应该给他才对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你们别听外面人胡说八道 阿诚他没资格 他是野种 哈哈哈哈 你老记不住 王志成是你同父异母的哥哥 他一旦掌握了天方茶庄的权力 把你排挤在门外 哼 我们两个可是外人 帮不了你了 等等 你不能这么大把地放茶叶 茶叶和茶叶之间 一定要有空隙 因为茶叶和人一样 是有生命的 会呼吸 应该这样 轻轻地把它打开 放好 阿诚 你怎么来了 你不是要考试吗 今天怎么有空啊 义父我帮你洗好了 顺便给你带过来 谢谢啊 你能出来一会儿吗 我跟你说点事 好吧 什么事啊 深深眯眯的 你真的想在茶厂里 做一辈子治茶师傅啊 如果眼下 有个让你一展才华的机会 你愿意试试吗 什么机会啊 我觉得 你不应该被埋没在茶厂里 如果你愿意去保龙 我爸妈一定会重用你的 静怡 你的好意我心领了 我不会离开天方的 为什么呀 我大妈对我有养育之恩 我不可能背叛天方茶庄 和我干妈的 你糊涂了 你忘了他这些年 是怎么对你的 他不让你上学 还逼你做苦工 还有那个程大宝 他是怎么轻视你 他对你根本没有一丝一毫的 手足之情 你再考虑考虑 不用马上回答我 你回去想想再跟我说 这个事不用想 也不用考虑 我是不可能离开天方茶庄的 你不愿意离开天方 是不是有什么放不下的事 和舍不下的人 对呀 天方的人事物 我都舍不下 包括少庆龄 当然 那你是比较喜欢我 还是比较喜欢他呀 你们都是我的好朋友 我都很喜欢 不行 你只能选一个 你会选谁 和你做好朋友 如果选一个的话 我会选庆龄 为什么 因为 我跟他从小一起长大 是相依为命的好朋友 他很照顾我 什么事情都为我想 为我做 跟他在一起 我很随意 很开心 可是从小到大 难道我没有为你想 为你做很多事吗 静怡 你对我的好我知道 可是这是不一样的 你有一个很好的家境 少了我这样一个朋友 你一样可以正常地生活 可是庆龄不一样了 他从小就命苦 而且他只有我一个朋友 对他 我总是多了一份担心 请不吝点赞 订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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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 religions 闭 haircut 警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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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吝点赞 警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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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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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猫 您来了 大猫 坐 大猫 您来了 坐 大猫 白天那么辛苦 到现在还没休息啊 来 这不是分店要开张了吗 我想多做一些准备 分店有你在 大妈就放心多了 不过 这个大宝 我儿心太重 对茶庄经验又不是太足 所以大妈还是希望 你能从中替她把把关 大妈 这样好吗 大宝要是知道您这么不信任她 一定会很难过的 你不用想的太多 阿诚 大妈有意要栽培你 天方茶庄的担子 你必须要给大妈担起来 尤其是在丈母的问题上 如果你发现有任何的差错 你要第一时间 马上告诉我 我会尽力而为的 好 那你早点休息 阿诚 嗯 你的衣服 谢谢你啊 坐会儿再走吧 不了 我怕耽误你看书 没事 你还在看书啊 嗯 你真的很认真 白天干活 晚上看书 我真的很佩服你 你把我说得太好了 你不也总在我这儿 拿出看吗 不懂的时候 还会那么积极的来问我 那还要感谢方小姐呀 如果不是她帮忙的话 我也跟着增长不了见识 嗯 是啊 她真的是帮了我很多的忙 方小姐 她应该很喜欢你吧 你怎么会突然问这样的问题啊 我是说方小姐长得漂亮 又有学问 家事又好 如果你们俩在一起的话呀 一定很幸福 平时看书也翻这么快吗 不打扰你了 我先走了 想不开 我认识 挤对 那边是热热闹闹 咱们这里却冷冷清清 我一想到承雪呀 今天那志得意满的样子 我就一肚子别扭 你说这分店我们做得好好的 谁知道让他捡了个大漏 好了 你们二位不要再说了 正所谓 三十年河东 三十年河西嘛 你倒真是想得开 还生啊 依我看呢 你是对雪儿于情未了吧 她就每天烧把好香吧 祈求她那个宝贝儿子 别把分店给开砸了 否则脸丢大了 嘿嘿嘿 老板 您的邀请函 邀请函 谁来的邀请函 客户吗 这个人叫林英 应该是个贸易商 说是要五千斤的茶叶 五千斤 他们卖给谁呀 有没有写要求什么等级的 顶级绿茶 好像是要出口到欧洲的 海外呀 赔五千斤 海胜 这可是一笔大生意呀 嗯 照这邀请函看来 他是要求美家提出样本 来做了鉴定之后 他才下订单 哎呀 那咱们还等什么呀 海胜 咱们把咱们顶级绿茶都拿出来 跟别的茶庄比一下 如果真正是以茶叶的等级论高下 能够跟我们抢这批订单的 也只有天方茶庄了 这大宝刚刚开了茶庄 他们肯定是想做出一些名堂的 非诚这口气不可 这个订单我一定要拿 嗯 绝对不能输给天方 谢谢你过来 哎呀 谢谢谢谢谢谢 谢谢谢谢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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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捧茶啊 好 谢谢 王老板 我们这儿还要仰仗您的捧茶啊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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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好好 谢谢 好好好 好了 谢谢 谢谢 慢走啊 再见 大家先品品看啊 感谢各位捧茶 来来来 怎么样 茶还可以吗 可以啊 多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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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一位 你们尝尝我们店里的物理器 慢用啊 怎么样 青衣 我们家这物理器啊 可是得来不易 不但这采摘又在高山之巅 这制作功利就有几十道呢 我妈说了 在欧洲呢 这种茶叶只有王公贵族才喝得起 比珠宝还贵呢 真的很好喝哎 青衣 怎么样 阿诚 你好厉害呀 可以制出这么好喝的茶 你过奖了 好茶也要欲吃阴嘛 阿诚 你帮我去碗茶 来 妈 大宝 阿诚 今天咱们店可是第一天开张 你看那边阿强都忙不过来了 你们两个赶快过去招呼一下 哎 行 锦衣 那我们走吧 阿诚 我要买茶 我要一斤的物理器 那我也要一斤 那行 走 妈 来 来 我 我去掌握一下 哎哎哎哎 付什么钱呢 这茶叶送你们的 真的吗 真的 大宝 妈 大宝 咱们开店是要做生意 不是卖人情的 哎 有什么气 妈 说这外人你给我留点面子 哼 是面子重要 还是生意重要 妈 他们是我朋友 在我眼里 他们都是客人 没错 第一天开张做生意 是应该给个好彩头 阿诚 给你钱 哦 这是我的 谢谢 那我们不打扰了 阿诚 再见 我跟你一起走 妈 您至于吗 大宝 你给我记住了 以后离那个江仪文远一点 包括那个方静怡 哎呀真是吓死人了 我看雪怡的脸啊 都快结成冰了 真不知道我那大宝哥哥 每天对着那张脸 是怎么过的 哎 是啊 我那远房的表姐啊 不但冷酷 还小气得要命 你看 连这一点点茶叶 都舍不得给 哎 她真的很小吏小气 你说我们待在那儿 爱着谁了 干嘛一直赶我们走啊 她呀 是不想我们接近阿诚和大宝 哼 我偏不如她的意 明天呢 我还要去找阿诚 哼 我早就看出来了 你喜欢阿诚对不对 那你整天黏着大宝 也不只是把她当哥哥看吧 还好 咱俩喜欢的不是同一个人 不会变成情敌 就算你喜欢阿诚 我也不怕 阿诚是我的 谁也抢不走 行 哎呦 阿强 哎 我呢 要出趟门 这店里生意 你照看好啊 哎 少爷 嗯 错了错了 刚开始还没叫习惯 老板 您干嘛去啊 老板有正事要出去 你怎么着 不是 我这儿活还没干完呢 店里就我一个人 您走了我忙不开呀 要不您再等一会儿 等我把活干完了您再走 你说这个阿诚啊 去趟茶厂用着半天吗 肯定上哪儿玩去了 扣我的工资 你傻看我干什么呀 你赶紧干活 你要耽误我时间 我也扣你工资 好好 哎 哎 阿强 哎 这庄前的抽屉 怎么上锁了呀 阿诚锁的 你再再再 把钥匙给我 钥匙在阿诚那儿呢 我是老板 那应该在我这儿才对呀 你傻看什么呢 你又傻看我 你赶紧 哦 你看看这上面 二位买茶 对 我们买茶 不知道贵店 都有些什么茶呀 阿强 来客人了 阿强 好 那什么 都在柜上呢 你们自个看吧 您不给我们介绍一下 我们怎么知道哪款茶好啊 介绍 都好 那总得七壶尝尝吧 嗯 那也行 你们喝哪种 我们就试下这种吧 你 真敢点呢你 可贵了 你买得起吗 以我多年的江湖经验啊 你们俩就是路过 进来蹭碗茶喝吧 你怎么知道我们买不起茶啊 我跟你们说啊 我这店里生意特别的忙 嗯 这儿呢 有高沫 那儿我开水 自便吧 哎 我说你开这么大一家茶庄 买茶不给尝 你怎么向客人保证质量 你们二位 刚才进门的时候没看牌匾呢 啊 天方 知道吗 这就是质量的保证 请问您是这里的 没看出来啊 老板呗 那真是幸会啊 嗯 我们走吧 哎 我说你们买不起吧 这还想骗我 这还想骗我 大宝 那两个人买茶叶了 你去哪儿了你 把那抽屉钥匙给我 你要钥匙干嘛 我一会儿有大事要办 要用钱 店里的每一分钱 都是要入账的 你不许拿出去花 阿诚 我是老板 大妈让我管账 不能由着你的性子来 阿诚 你知道你这是什么吗 你这是把客气当福气 我妈她夸你几句 你就这么不知好歹 你忘了呀 我这 tér阿诚 咱们 切开 我的感想 嗯 我都発不破 我们讲述 平时 就把某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告诉你 阿诚在工厂当了十年的学徒 从最粗浅的活开始做起 他现在是天方茶庄最好的师父 是 你说 你不跟他学 你跟谁学 妈 制茶呀 是了不起 可是我认为呢 懂得做生意 能把他制的茶给卖出去换成钱 那才是大出息的 你呀 就是不知道天高地厚 跟阿诚一边大 你就不能像阿诚一样踏踏实实的吗 我今天 就是因为有大事要办 我才动钱的 这钱没白花 妈 我告诉你 我打听到了一个重要的消息 说 从大不列颠 来了一个贸易商 他准备从咱们这儿高价收购一大批茶叶 要卖往整个欧洲 娘啊 早就听说了 妈 我还打听着一个更重要的消息 他们要笔茶 谁赢了 谁才能拿到订单 笔茶 娘倒是不怕 这有阿诚和达叔在这儿把着关呢 若要论质量 这天方茶庄要是称第二 那就没人敢称第一 还有 咱们这镇殿之宝物理清 早在一百多年前啊 就随着那戈德宝号到了瑞典了 要不是当时触礁沉没了 咱们这天方茶庄 早就扬名海外了 妈 既然是这样 咱不怕笔茶 那我就有信心 这笔买卖 我肯定能拿下来 两位先请回吧 等我们做出了决定 如果有需要的话 一定和你们联络 好那好 那我们先告辞了 是 好 再见 两位 林老板 幸会 幸会啊 这是江老板 原来是大名鼎鼎的宝龙茶庄的江老板 方掌柜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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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哈哈哈 来 林老板 您瞧瞧 这是我们保隆的松罗茶 已经畅销北平 天津 上海 山东 满洲 各地 可以说是 享誉全国呀 您 您再瞧瞧 这些茶叶 在精挑细选之后 无论长短 精细 轻重 形貌 整齐有云尘 已经达到了 纯净的境界了 林老板 您什么时候有空 可以到店里去看看 哦 我这次来呢 行程比较紧凑 不过如果有时间的话 我倒很愿意去宝龙茶庄 见识一下 快让林老板试试 啊 林老板 请品尝 来 你啊 怎么样啊 林老板 暴龙茶庄 果然明不虚传哪 哎呀 林老板您果然实惠 这的确是我们到目前为止 所尝到的最好的一款茶 这辉州松罗法产制的茶叶 果然不同凡响 这么说 我们有机会跟林老板合作了 这个不急 我的职责呢 就是为公司找到最好的茶叶 如果到时候 我尝到的所有茶叶里 没有一款 能超过你们宝龙茶中的松罗茶 到时候 我一定会联系江老板和方掌柜 那就请二位静候嘉义 是是是 生意嘛 总是要货币三家 林老板 您看这样怎么样 今天晚上 是不是能抽个空 我们江老板在花月酒楼 设宴款待您 请我吃饭 这单生意谁最适合 我相信您心里应该会有一定的定解 这样 今天晚上 我们不谈生意 只谈风月 怎么样 不谈生意 就谈风月 好 那我就 打扰二位了 老板娘 这一周往来的信件都查过了 确实没有什么药尽寒 不可能 其他茶双都收到了 唯独我们天方没有 再去找找找找找找找 少爷 我跟小四叔都查了三遍了 真的没有 我让你们再去找找 老板娘 老板娘 哎 怎么样 老板娘 我按照您的吩咐 去了远榻饭店 我到那还没说 刚提到天方两个字 就让人家给挡在门外了 混账 天方的道他没敢挡 我又混给他们 大包 慢着 让阿翔把话说完 人家还说 根本就没打算给咱们发邀请函 让咱们也不用去了 说什么咱们天方的茶叶 人家买不起 妈 估计我分析的就没错 他们就不是什么英伦贸易商 就是小商小贩 他不敢见咱们呢 见了咱 那狐狸尾巴就露出来了 是不是 慢点 好久了 包叔 我看这样吧 就用咱们的车 送林老板他们回饭店 好不好 好 不 不必有麻烦了 今天我酒喝得有点多 正好 走两步行行酒 那怎么行啊 开玩笑啊 我们是主人 你们是客人 怎么能让你走路回去呢 来来来 叫车 江老板 方长队 二位的心意我们领了 林老板喝得实在有点多 让他走走也好 二位就请自编吧 既然这样我们就不勉强了 麻烦保罗先生照顾好林老板 江老板 明天呢我们就跟你签约去吧 哎 明天咱们细谈 哎 明天细谈 哎 好好好 留步 啊 好 好 请留步 您慢点啊 下次再来呀 慢点啊 李老板 好 下次再来啊 哎呦 哦 这笔生意真是蛇我其谁呀 哈哈哈哈 小心小心小心点啊 哎哎 哎 哎 这位先生 您是不是喝多了 要是难受的话 您上我这儿喝杯茶吧 没事 过了 我们怕耽误你做生意 没事 我已经打烊了 来吧 那行 谢谢啊 哎 慢点啊 慢点小心小心 哎 您坐 嗯 快点儿了吗 这是西春茶 小店今天刚刚到的春茶 您喝喝 没准儿能解酒 好 谢谢啊 哎 您也喝一杯 谢谢 您慢喝啊 嗯 好 好 好点儿了吗 这是哪儿啊 这是天风茶庄 天风茶庄 对 我们怎么又到这儿来了 啊 老板 是这样 您喝醉了 刚刚吐在人家门口 多亏这位小兄弟啊 把您扶进来了 小兄弟 实在不好意思 您这是哪儿的话呀 您看这门口有那么多店 您哪家都不吐 就吐我们家门口 这不是跟我们家有缘吗 哈哈 这小兄弟 倒真会说话 还没请教 你是这里的 啊 我是这里的伙计